今天我們要來開箱 狗屎馬百萬獎牌 狗屎馬 狗屎馬 我是阿欣 狗屎馬 狗屎馬 我是馬田 今天只有我一個 然後開場是我姐邊 你就知道一定是 非常珍貴的東西 才在我姐邊開始 因為是我先收到 這部影片後半部分會有馬田喔 今天我們終於要來開 狗屎馬的一百萬獎牌 我記得我們頻道突破一百萬訂閱的時候 好像是在 19年的11月的月底 這部影片發的時候應該是 2021年11月的時候 所以經過了整整兩年 我們申請了整整兩年嗎?喔不 很久很久以前就應該要開 但是從來沒有人處理過這個事情 不是說我們不重視一百萬訂閱 只是不重視獎牌這種東西 就是只是一塊東西 我以為他申請了 然後馬田他跟我說我去申請 我也以為我去申請 其實我們兩個人都沒有申請 就說應該會寄過來的 但是從來沒有人去跟他們談 直到 直到了現在 經過了整整兩年 我們都已經多少訂閱了 一百萬有兩個人 都有兩個人訂閱我們才來開箱 一直到我的頻道也到了 然後就零吧 按了以後才發現 收到很快 就是一兩個星期左右就寄過來香港 我說應該很快 為什麼台灣還沒有收到 網站再看一下原來從來沒有領過 好所以我們來開 我們把它劃開來 然後 哎呦喂啊 打開 燈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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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開 這個就是我們的獎牌 但是開這個 沒有什麼意義對不對 所以我們 一定要好好地用東西配好它的樣子 有什麼可以給一百萬獎牌 跟它配呢 我找到一個東西 五星級飯店的下午茶 用這個來裝 之前我們也問過公司 這個是平面嗎 因為新版我們也沒有收到過 因為它真的是舊版 比這個好像大很多 然後漂亮很多 最早最早 跟大家科普一下好了 身為這個 YouTube老人啊 一百萬獎牌呢 比較我印象是改過三次版 第一個版 台灣 只有一個人有 是誰呢 不是我 最早的第一版本 非常非常非常之重 一個人要舉起來也超級難 我印象中那個時候 我們去參加一個典禮 然後它就頒發那個獎牌 超級重 大概要兩個人才頒得動它 我領到一百萬獎牌的時候 我的主頻道 那個時候是第二版 也還蠻重的 可能需要兩隻手才開起來 這個是第三版 第三版就是一隻手就能夠舉得起來 現在已經通貨膨脹 一百萬訂閱不算什麼太多了 我在猜啦 YouTube在發展個五年十年 會打到第四版 第五版 第六版 就跟iPhone一樣 越變越瘦 如果你有看過之前我們跟三人拍一個一百萬訂閱的蛋糕 我覺得那個還是比較有意義 因為就好像一群人很開心啊 然後真的過了一百萬訂閱很好啊 但是收到了這個實體的 覺得沒有什麼 先來做個小消毒 它會拆一擦拆一擦到褪色 從金色變銀色 從百萬推到十萬 稍微拆一擦 這樣子我就可以吃到更多的衛生紙棉絮 我們兩個一起努力 走過一步一步 雖然這個頻道走了三年 我們只有一年在一起 超誇張耶 我們沒有在一起的時間 已經快超過在一起的時間了 這就是像是情侶 已經變成室友了一樣 上菜 跟他最配了香港CG酒店 下午茶 有沒有看過日本的壽司 壽司就是要放在東西上面吃 才會好吃 這個就是我們的 兩人份下午茶 套裝轉一個圈 價錢是多少 這個一套的價錢是 698港幣 我們來把下午茶 組合在我們的盤子上面 這個就是我們煮好的 百萬訂閱 五星級 富豪 下午茶盆 應該是兩人份 所以 所有東西是 每樣有兩件 這個世界上只有 兩個人可以吃得到的 終極 下午茶盆子 如何 滿終極的 雖然這是外賣叫的 叫的那個 我不知道這是哪一家 我甚至對 我甚至不知道我們叫的是哪一家壽司 好高級的壽司 是不是 這樣又一千塊 哇你對我很好欸 原來是搞神馬的錢 對阿 這種時刻應該是老闆請客吧 這麼酷的老闆沒看過欸 對捏 我突然意識到我 真的滿壞的欸 來囉 我們接下來最後一步 我們要把醬油 倒在這個凹槽裡 可以 哈哈哈哈哈哈 哇靠 好像真的可行欸 好啦 那個 準備就緒喔 這個是世界上最高級的餐盤 我下次如果有幸 我這身如果可以達到 拿到鑽石獎牌的話 我連鑽石獎牌也要這麼做 廢話不多說 いただきます 首先 手捲 我們 給它吃下去 這個聽說是 高級的海膽手捲 いただきます 嗯 好濃郁的味道喔 喔那還得好香喔 我剛剛那個手捲 一百九十塊 這是我 十秒鐘前的 剛剛得知的手捲 可以換一百八嗎 好了 接下來我就 安靜的一個人慢慢吃 我們跟小經驢們一起吃 然後 我們轉到馬天島 掰掰 嗨 廣告查不 這是我 這也是我 嗨 我的第二本書要上四樓 就在 現在 你在今天影聲證下放的地方 就可以找到連結 就可以買到我的第二本書 我的第二本書 在寫些什麼東東呢 我的第二本書 在寫我在YouTube上面 十二年來 一路走 在YouTube上面的一些經驗啊 然後還有一些 我的故事的分享 希望大家如果對YouTube 這個行業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買來 然後也許可以從我的故事中 學到一些東西 避免走到一些 奇怪怪的彎路 這個樣子 那我的書呢 特典版有分成兩種 不一樣顏色的款式 兩種不一樣顏色的款式 有分成紅色跟白色 那這兩種款式呢 就會有 不一樣的日曆 那不過特典版會 稍微貴上一些些 不過賣完就沒了 那在11月10號的時候 會有一般版在各大書局販售 網路上你都可以買得到喔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記得去買 好 介紹一下 我們的下午茶 到底有什麼 這一次 一絲 松露蛋餅 拌 風乾佛腿 醬 紅花 黃 香炒 麵包 三明治 說了那麼長 你猜是哪一個 等一下 六百九十八塊 十件 所以total是 二十塊東西 二十塊東西是 六百九十八 一塊 大概是三十四塊港幣 所以這樣一口 一百二十塊 好 來 很鹹 然後麵包很乾 為什麼我要 跟拿到獎牌一樣 有一種空虛跟 失望的感覺 好 next 雕潮三文魚 海陸筍 及 胃髮薄片 可是一小塊東西上面 要有三文魚醬吧 試試看 好像IKEA有賣的那種 我覺得真的沒有什麼特別 然後這個特別一點 西洋菜 cream cheese 青瓜三明治 試看 這個好吃 甜甜的 然後cream cheese很香 再來 上面指示的是 椰菜花 綠色的是 青斗 鷹嘴 豆泥 聽起來不好吃 為什麼 酸酸甜甜的 可以耶 豆子的溶很香 然後 比較小 我也吃得到 好 然後順著下去 鹹的 我們已經吃完了 之後的都是甜的 黑家人子 綠子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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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油泡芙 應該是這個 好 來 一進去是黑家人子的味道 小小酸酸的 因為在上面 然後裡面是栗子泡芙 我覺得偏太甜 然後 味道普通 就是... 粒子就是比較... 有點單調的味道 但是這個小小人 就是一口的話 就剛剛好 不會很粒 下一個 無花果... 綠... 無花果... 紅桑子... 金子... 杏仁蛋糕 上面很硬的一個脆皮 你看裡面 就是蛋糕 然後外面有一層... 脆皮 然後這個味道酸酸甜甜的 這個不錯 我覺得自己弄得有點香 我會把它清潔好耶 好 再來 金橘 巧克力塔 上面的塔 的質感 很有趣 應該是好吃的 你看多鬆脆的感覺 中級高級版本的 Club的巧克力餅 一條的巧克力餅乾 然後有... 那個橘子口味的 但是它的... 上面那個塔的脆度非常... 比較甜的那種 餅乾類 然後咬下去很鬆 但是不是屈起餅乾的感覺 它是... 好! 然後甜點 就有一個就是這個 這個是叫什麼 西洋梨嗎? 在台灣怎麼叫? 在香港叫... 衣... 威林... 西... Williams... Pier... Macarone 這是馬卡龍 甜的棒 好! 最後了! 這個是奶油 然後果醬 隨便挑一個吧 這個 我們看有沒有手伸過來 然後就沒了 我們的甜點就這樣沒了 好! 試試看 它的厚度很夠 平常都是扁扁的 香港叫台積松扁 把那個奶油跟那個果醬 炸在中間 然後一口咬進去 才是這個真正的吃法 以後你不是外賣來說 我覺得性價比沒有算很高 然後東西算是有特別 就是在外面真的不常吃得到 但是味道沒有是... 沒有到很驚喜的那種 但是它的價錢算很高嗎? 在香港來說 不算貴 這個... 這算是這家飯店來說 也不算很貴 如果你去唐吃的話 這不是外賣的話 比較大的飯店 差不多要一千塊港幣 兩個人 所以這個... 以外帶來說 不算超級貴 好!來! 這一種鬆餅應該台灣很多 餅店會做得到 台灣烘焙類的食物 其實是... 非常好的 就這樣 這個就是我的評價 我覺得... 偏硬 然後打油香味 可以再多一點點 要知道 我們把這個清理得非常好 然後用最小心的方式包好 然後這個盤子 就會寄過去台灣 去! 咻! 就是這個... 一百萬訂閱只是一個名字 整個組成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 你... 在看的題 給你們獎聲